开始管制 台中市警方为了要保护陈云林 甚至还不惜要封闭国道中港交流道 破天荒的高规格未安 热来的明远 第四次江城会21号在台中 玉岩酒店周边交通从18号开始一连监控7天 中港路三段沿线 管制分三级 第一级从玉岩酒店两侧的安和路到福安路口 只封闭机慢车道 第二级将从安和路到永福路口 由原本的双向车道改为单线通车 万一场面失控 警方最后一招 只好从市区的黎明路到市郊东大路 全线封闭 言下之意就是连国道的中港交流道也得封掉 民众听到这个消息也快要封掉 太夸张了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不值得你要动用这么大的人力才艺 一家班就已经塞车再封掉那条车 往哪边跑 驾驶骂翻 问蒋跳脚 因为中港交流道毕竟的枢纽 一天至少上万车流通过 封了路只能改从北上的大雅交流道 或是南下的南屯交流道 这一绕多了十几公里的路 耗时耗油 绿运民态痛批 政府简直 劳民伤财 真的是浪费国家资源 那么也跟也把可能表达言论自由的民众都视为报名 我们对于最恶劣的状况 已经尽量去做了准备 和调试 当然希望这些都不会发生 江城会为安 一旦真的封闭国道 这样的超高规格 绝无仅有 民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再见